一個男人在上水跟警員對視 警員擒槍戒備將他制服 由觀眾提供的片段看到 一個男人站在這裡跟警員對視 警員拔出沛槍 指向男人渴令他坐下 消息說中午12時多 警方在龍心路一個公園附近 發現一個形跡可疑的男人上前折衫 有人發難推開警員 揮拳打中警員的肩部 並且褲袋拿出一把懷疑指甲措 警員隨時拔槍戒備 當場將他制服 一個警員要送院 一個男人涉嫌襲警 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